星辰公园可以说是民众喜欢踏青的好地方 由于公园西侧没有灯光 变成是自然死角 晚上到这里运动长者很多 星辰下面代表林国贤 向县议员田运青来争取路灯金贝 也邀请相关单位到县长会看 希望可以提供民众晚间到这里休闲时 可以更加安全 星辰公园三年前已经规划重新视作完成 可以说是游客和乡亲来这里踏青休闲的好地方 而美中不足的就是 公园西侧的这一边 到晚上这边灯光光滚暗暗的事实相当不足 也成为自然死角离落的地方 村民们并且向星辰下面代表林国贤 曾经反应 希望能够正式的路灯 同时也邀请了相关单位前往县长会看 因为有建议这个我们星辰公园 蛮框框 然后这个东部的东部这些东边这些部分 是有灯亮是有光照是足够的 然后在西边这个部分 因为光线太过昏暗了 而且这常常造成治安的死角 也会经常造成垃圾乱丢啊 还有人随地便秘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有争取了 这个像我们花园仙议员田一新田一员 要了一些经费来装了这四盏再多装四盏这个景观灯 让这一个公园这个区域能够变得更光亮 让更多的民众能够到草地上来来坐 到草地上来吸气 然后呢也能够补足这个光照 然后呢避免这边会有治安的死角 因为长期以来都有民众在反映 因为这个西边这个区块相当的昏暗了 到了晚上以后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 然后为了因为这样子村民的需求 我们特别去争取了一些经费 要了四盏的这个景观灯 来补足这边的光亮 这边的光亮度一旦补足了以后 我相信这个村民到我们草地上来坐 来吸气 来这边乘凉 他们的意愿去会很高 我们也在此呼吁到这边来乘坐 或者是吸气的民众来玩 尽量把我们的垃圾都带走 不要留在我们这个公园 保持我们这个公园整个的美观 跟我们环境的整洁 新人下面代表连郭先生表示 新人公园是新人乡最北的地方 临近泰鲁国家公园 新生火车站和新产村的市区 人口拒绝的好地方 来这里游玩乡境可以说是相当多 这是透过鲜艳的甜心 争取建设经费 让大家来到这里休闲的时候 能够安全无余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